第十九章 保羅遇見施洗約翰的門徒 阿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 保羅經過了上邊一大地方 就來到以弗所 在那裡遇見幾個門徒 問他們說 你們信的時候 受了聖靈沒有 他們回答說 沒有 也未曾聽見有聖靈刺下來 保羅說 這樣你們受的是什麼洗呢 他們說 是約翰的洗 保羅說 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訴百姓 當信那在他以後要來的 就是耶穌 他們聽見這話 就奉主耶穌的命受洗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 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 他們就說謊言 又說語言 一共約有十二個人 保羅在推拉勒學房辯論 保羅進會堂 放膽講道 一年三個月 辯論上帝國的事 勸化眾人 後來 有些人 心裡剛硬不信 在眾人面前委託這道 保羅就離開他們 也叫門徒與他們分離 便在推拉勒的學房 天天辯論 這樣 有兩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阿西亞的 無論是猶太人 是希利尼人 都聽見主的道 上帝直保羅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 拿手筋 或圍菌 放在病人身上 並就退了 惡鬼也出去了 被鬼附的 聖了趕鬼的 那時 有幾個遊行各處 念奏趕鬼的猶太人 向那被惡鬼附的人 擅自清主耶穌的名 說 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 斥令你們出來 作謝士的 有猶太祭司長 士基雅的七個兒子 惡鬼回答他們說 耶穌我認識 保羅我也知道 你們卻是誰呢 惡鬼所付的人 就跳在他們身上 聖了其中二人 制服他們 叫他們赤著身子 受了傷 從那房子裡逃出去了 犯著在以忽所的 無論是猶太人 是希利尼人 都知道這事 也都懼怕 主耶穌的名 從此就尊大了 那已經信的 多有人來承認素說 自己所行的事 行邪術的 燒自己的書 平數行邪術的 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 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 他們算計書架 便知道共合五萬塊錢 主的道大大興旺 而且得勝 就是這樣 這些事完了 保羅心裡定義 經過了馬其頓 阿蓋亞 就往耶路撒冷去 又說 我到了那裡以後 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 於是 從幫助他的人中 打法提摩泰 以拉到疑人 往馬其頓去 自己暫時等在亞西亞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少 有一個銀匠 名叫 底米雕 是製造 亞底米神 銀鵝的 他使這樣 手藝人生意發達 他聚集他們 和同行的工人 說 眾位 你們知道我們是依靠 這生意發財 這保羅不但在以忽所 也幾乎在亞西亞全地 引有迷惑許多人 說 人手所作的不是神 這是你們所看見 所聽見的 這樣 不讀我們這事業 被人藐視 就是大女神 亞底米的廟 也要被人興佛 連亞西亞全地 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榮 也要消滅了 眾人聽見 就怒氣填空 喊著雪 大災以忽所人的亞底米亞 滿城都轟動起來 眾人拿著與保羅同行的 馬其頓人 該游 獲阿里達谷 齊心湧進氣圓裡去 保羅想要進去 到百姓雅裡 門徒卻不許他去 患有亞西亞幾位首領 是保羅的朋友 打法人來勸他 不要冒險到氣圓裡去 聚集的人 紛紛亂亂 有喊叫這個的 有喊叫哪個的 大半不知道是為什麽聚集 有人把亞歷山大從眾人中帶出來 猶太人推他往前 亞歷山大就擺手 要向百姓分數 只因他們認出他是猶太人 就大家同聲喊著說 大哉以忽所人的亞歷米亞 如此若有兩小時 以忽所的書記 使眾人安靜 那城裡的書記 安撫了眾人 就說 以忽所人呀 誰不知道以忽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雅抵米的廟 和從雕屍那裡落下來的像呢 這是既是博不倒的 你們就當安靜 不可操辭 你們把這些人帶來 他們並沒有偷竊廟中之物 也沒有傍獨我們的女神 若是抵米丁和他同行的人 有控告人的事 自有放告的日子 也有方法 可以彼此對告 你們若問別的事 就可以照常例聚集 斷定 今天的擾亂 本事無緣無故 我們難免被查問 論到這樣聚眾 我們也說不出所依然來 說了這話 便叫眾人散去 寬敦 作詞 評論 評論 千